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来台湾最早的目的不是发展涌春 那个时间很年轻 我很有兴趣在学校里面修我的学问 文也修 武也修 是我的所谓 那么偶然一次机会 偶然一次机会 也就是越问的儿子到了香港 从香港来台湾玩 我们在一起 他就鼓励 台湾推广没有问题 所以到了1975年 我全部我应该学的 学问 我应该做工作发展的都放下来 那么全心全意 1975年 年初我开始 推展 做台湾 发展 涌春春 那么 因为涌春春 我刚才讲过了 不是一般工夫 体称成123456这样 要慢慢慢慢去 去一点一点一点 等于是 腌卤味一样 慢慢慢慢一点一点 腌进去 那么 所以变成这种情形呢 一开始补很多手上 再来一副 发展 一副 两个 我最后的 把鱼 一副 二副 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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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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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炒 放大煎 在我這段時間跟師傅血液的過程中 最會回味的話 師傅在教血的時候 他會因每個人的提醒還有他的個性來因財施交 並不會說一昧地要求你一定要模仿他的動作來學習 他只是教導你一些原則或是詠春裡面的拳法 他讓你能夠在起手的時候能夠很自然地再反應出來 我是1981年民國70年考上文化大學 學習、教育、學校等國書社等分組 隔年主教再到師傅的入館開始學習 那學三十幾年的永尊泉 我覺得永尊泉最難的地方 對我永遠也是放鬆 絕對不是像師傅 初期在帶我們拉打的時候常常會罵 放鬆那麼簡單我們不會咧 我覺得最難的地方就是放鬆 那永尊泉最特別讓我感覺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透過七首的訓練 能讓自己所學的功夫到後面的運動作 那這三十幾年來跟師傅練拳 我覺得感受最深的地方 就是師傅真的讓我學到什麼是功夫 好幾年前 然後那個時候就想要拜師 然後我往那個方向的時候才發的路 我隨便看到一個路人 你到這個地方到這個地址怎麼走 然後就告訴我 然後我沒想到什麼我就去那個地方 然後我跟一個外個人過手一下看看 他公布怎麼樣 他公布怎麼樣 可能一個小時之後 結果另外一個人 這個路的人就來 我問的人就是我師傅 所以我問路上的人 我問這個地方怎麼走 是師傅 但是他沒有說他是誰 然後我就哇 哇 你們好 你看到這裡 就算有一個時候 在那邊 我沒有說 所以說是一代主持人 那他的教學 像他在全校的教學 非常地延長 他在講解全裏 做非常地延長 就知道了 我曾經看過一段廣告 很奇怪的廣告 叫教授邪行雕手 邪行雕手是一門工夫 邪行雕手在香港推廣的時間 那個是梁扎峰 那我說打電話 我說我要學學行雕手 你不是我看的網絡 他說可以 沒問題 我說你是廣東人嗎 他說不是 我是客家人 那你會講廣東話嗎 不會 那你從香港過來 不是 我是台灣 我是台灣客家人 那我說既然 你沒有去過香港 沒有 那我說 我說你是配人 你是不配人 登什麼廣告 就要學行雕手 你怎麼罵人 我說我現在罵的不是人 因為人不會騙人 你說我很想要出來 你會不會騙人 說不騙人 還有不騙人 然後不騙人 沒騙人 就不是騙人 然後就騙人 也會騙人 你不會騙人 是騙人 你不會騙人 你不會騙人 等一趟 我們馬上衝不動 你們太往下來了 馬上衝不選 你知道嗎 淋不過藍水就是 當年我18歲的時候 練了兩年國術 結果在外面跟打架 完全不管用 那在雜誌上我看到了 師傅對泳春的介紹 就憑著四個字 鍛鍊和射成金 那麼我就加入了練習泳春好練 一直到今天為止 是很聰明的人 而且他做人出事 除了非常冤容之外 而且他很堅持 對 那我很感謝師傅 一直來對我的教導跟照顧 那也剛好利用這個詞的機會 祝食晚生日快樂 在1998 我做了功夫在巴士 然後這位師傅 他跟我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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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師傅 在台灣 然後 我非常興趣 去學習 真實的功夫 所以 在1999 我給了一位師傅 我來自家 去台灣 為了 就讓我吃一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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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